看到目標出現 副駕駛座的帽T男 立刻衝下車 邊跑還能看到他 似乎從口袋中掏出東西 往前狂奔 就在馬路上 和另外兩女一男發生拉扯 結果幾分鐘後 一名男子受傷了 當場見血 你刀子丟哪裡呢 他在拿小西瓜刀 他自己講的 你講不出來 你刀子丟哪邊嗎 你講不出來 他說沒武器 這不是武器嗎 嫌犯是他 被警方逮到後 身上還被發現攜帶辣椒水 但是問他刀子丟哪去 還一度裝傻 立刻遭到壓制 這裡就是事發的 掃弄原來一切的起因 都是因為感情糾紛 嫌犯想要找女友 來喬感情 雙方相約在這邊談判 沒有想到最後 竟然釀成砍人事件 事發在新北市板橋的 這處夜市裡頭 白天還是會有 不少車輛經過 砍人的是25歲的曾姓男子 懷孕女友移情別戀 請同事從基隆載他來談判 結果發現女方出現時 和一對男女走很近 懷疑男路人就是女友新歡 拿出欲藏的露營短道攻擊 導致對方頭部10公分撕裂傷 事後發現自己砍錯人 嫌犯的朋友也急忙下車救人 負責把傷者載去醫院 只見當時被害人被攀扶 一手捂著頭部表情 相當痛苦 警方調查 真信嫌犯前科累累 106年曾經和三名扼煞 炸毀天燈店 甚至還泼妻泄憤 兩年後吸毒被判一年九個月 108年九月初間 隔年又無故攜帶西瓜刀 射犯射違法 這回儘管辯稱拿刀只是想嚇嚇對方 卻攻擊最危險的頭部 被以殺人為罪罪起訴 感情糾紛釀成間血案 替自己的前科紀錄再填一筆 TVN新闻 參與信仰新宴 新聞室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